那也謝謝余森教授的邀請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今年研究越南民間宗教 民間教派的一些狀況 那我先跟大家說 其實我在好多年前 我有發表過一篇高台教 大概將近十年了吧 有一篇有關高台教 他們在談到那個山教的教義 然後發表在南華大學的世界 世界宗教期間嗎 忘記了這個 然後後來因為我有發現了 在安江省越南南部的民間宗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那我也邀請大家一起 加入越南南部民間宗教的研究 因為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然後因為我這幾年 我這幾年我都主要放在寶山其鄉的 一個細谷叫其自備的武力 他叫聲效益 聲效益 然後透過聲效益 我也找到了先天道在越南的傳播 那先天道現在也有他們自立的教派 叫明師道 明師道那今年我會 就是我這去年跟金牛的 我會就是著重在這個明師道的研究 因為最主要是有發現到 世恩效益裡面的有一些經典 是來自於明師道 好那這出來我可以開始了 那今天我主要是要談到 經典創造跟教派的興衰 我透過越南經典的一些 就是這些教派的研究 我覺得那個關係性很大 那我在這裡面 我主要是要運用那個丁仁傑 他最近幾年一直在推廣的 就是社會在生產 特別是從那個Sandbury的理論來看 然後我要來談到就是說 一個教派和一個新興教派 他是否有具有繼續傳道的能力 繼續傳教的能力 其實跟經典的傳播 還有經典創造一個很大的關聯 那世恩效益跟高台教 我自己的觀察 就是說他們可以流傳到今天 最主要就是在於他具有經典創造 還有經典整理 他才能夠延續他這個傳道的能力 那越南的世恩效益教派 他誓由無力所創立 然後他在寶山其鄉 這四個字他是一個系譜 那大家聽到寶山其鄉 就知道他跟佛教有很深的關聯 可是越南的 越南的有一個就是自由 自由學者叫做陳敬成 他研究他認為說無力其實 他曾經是名師道 就先天道裡面的儀位代理師 就點傳師 但是我到現在沒有找到 找到很明確的證據 所以在這邊我的論文裡面就不談了 然後高台教的吳明昭 高台教是有吳明昭還有范公祭 他們這三個人他們所創立的 那我們現在在看到就是吳明昭 吳明昭這個字在那個 維基百科他把它寫成李大昭的那個昭 那因為我本身有到那個高台教 一個高台照明的教派 然後裡面有吳明昭的墳墓 然後他在上面他是寫這個昭 所以我就用這個昭 我就不再是以那個維基百科的 寫的那個昭 所以這是在這邊跟大家講的 然後森蕭裔教派 森蕭裔他這個整個經典的創作 整個建議我內部的收集 他內部的經典 目前也分為三大類 那第一類就是有創教時期 有教主吳立還有阮慧真 他們兩人所創造的經典 那這個部分的經典又分成兩部分 又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你們不用拍 等一下可以給你們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所以不用拍 那這部分的經典又分成 就是他內部的 他自己創造經典又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要由二十四位主管他們 就是有二十三 現在只創二十三位 因為有一位已經過世了 他們就是裡面他們祕傳的 一個叫做公文 然後一個就是裡面有記載著他們 所有的他們的寺廟 目前我們所看到在越南 在安家屋神還有其他神 看到這些寺廟的裡面的書籍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是公文 公文又稱為公文合一本 都是需要手抄 都是需要手抄 所以這一些他們裡面的 禮祖誓者他們雖然不會說中文 可是他們對於那個漢字經典 特別是古典文獻他們是可以解讀的 反而近代文 白漢文他們看不懂 然後這是那個玉璃圖書錦著 然後陰遺類就是提供 提供信讀所抄寫的 就是像像效益經 還有那個佛說天地經 五月真經 那這是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佛說天地經 它裡面 這一本它裡面主要在談到它的宇宙論 然後另外就是佛教經典 所以像那個浦門經這一些 然後他們在裡面草寫的很多 那當時我特別要強調這一點是 因為我們大部分在做那個越南的時候 很多就直接談到就是說越南受到儒家的影響 可是我自己實地的調查應該是佛教 因為禮朝跟陳朝 將近四百年佛教立國 佛教立國 那但是在有關於官方 就是政府官方的制度 制度上其實是儒家這個是沒問題的 可是在那個地方的信仰上 它雖然表現出三教融合 可是在南部主要就是觀音信仰 就是以那個普陀 普陀觀音信仰 那北部的話就是那個廟善公主 廟善公主的這個部分 所以那這是我收集到他們所抄寫的一些 一些那個佛教經典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中國傳入的善書 像桃園經 超聲經 玉皇經 然後他們還甚至對玉皇經重新做了改寫 還有像武功天圖經 那武功天圖經他們也重新創造了 就是武功波爾經 武功波爾經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十九世紀成立的新興教派 其實都跟抗法有關 所以跟那個關公信仰相關的 像那個桃園經是他們裡面 一定會傳送的一個經典 那這個就是中國傳入的善書 他們的一個抄寫 這個抄寫的部分讓大家看 然後再來就是剛跟大家談到 就是他們裡面有武功經 武功天圖經 可是他們也另行在創造的那個武功波爾經 裡面他們這些形創造的還有兩本 那接下來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有關教主武力 還有他的著作 還有他的著作 我覺得越南南部的新興教派的教主 他們被形獸的形象真的非常有趣 每一個那個符子都很長 他那個就是一個 一個就是他的德壽 我覺得他雖然不壽 沒有真正的壽 可是他的那個就是說 他的壽是在於他的德 那個教主他們所配的那個德 然後第一個就是 臨山會上經 臨山會上經這個是 武力當創立教派的時候 要大家教大家去朗誦朗讀的 那這本經典其實裡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裡面有那個太陽經 太陽經 還有波羅尼經 還有純瓶宗 那因為我看到那個越南的先天道 就是密斯道 他裡面也有蒐集 太陽經 太陽經 波羅尼經跟純瓶宗 所以我就在思考到 這個是我找到的一個證據 找了一個證據說 其實武力他確實曾經進入過先天道 還有他們裡面傳操的一些山書 可是我還沒有找到更確確的證據 然後在裡面 他裡面還有很多有關於觀音信仰的一些經文 那大部分都是屬於仆宗 有很多是來自於那個浦柏經 還有我們在民間的那個觀音信仰 那大家會想說那個洗毛經是什麼 我跟大家講一下 洗毛經就是希望能夠超度那些動物 超度動物 把那些毛洗掉 能夠轉身 轉世為人 這真的 那裡面談的還是觀音 還是以觀音為主 給予看 看不上 那看看 好 那另外的那個就是我現在確定是吳麗所做的作品 就是一個在闡述那個吳麗他怎麼樣轉化 轉化俗身為聖身 据說他本來不認識漢字的 然後他有七日的昏迷之後 他醒過來就完全認識漢字 那也從事然後在這個裡面 他也開始有一些所謂就是在寫入 各式各樣的的天神地旗 河川海山還有鬼玉的 他們稱之為《孝義經》 還有剛剛《公文和一本》跟《玉律圖書集數》 剛剛有跟大家講 不過對於無力有關於說無力完全不認識漢字 這個其實我是懷疑的 因為我把他所有的有關於他所做的門簾 全部都做了蒐集之後 然後去對葬 他那個整個他是廟宇的那個營簾 對於所謂的格律評證 那應該是我們讀中文系的一看就知道 那個是不是有對葬 是不是有符合格式 所以這一點我不想他們是想要神化他們的教主 然後還有解釋一百零八顆佛書意義的 那個佛說分諸經 還有就是描述那個神明 降魔那轉化我一幅的轉職經 轉職經 好那我先說好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屬於他的創造的部分 就是在他的創造不是除了這些經驗 還有一個就是他如何達成他的疑似性 還有他的象徵 在無力他創他在那個1872年 1872年他就有自行創造了 那就是結合了結合了十二生肖 還有佛教的往生咒 還有那個十二時辰就是那個天干地支 他所寫的盤古版 他寫的盤古版 那盤古版是在所有的生肖裔 只要是生肖裔教他那個在當地的 他是屬於當地的一個所謂的 信眾聚集地一定會有盤古版 他停掉了 然後盤古版他可以 我們可以說他是作為一個 就是生肖裔他的一個象徵 然後他信徒也有信徒家裡面的象徵 就是就是有關公 關公還有周昌 他們那個三人圖像的 他們三個人圖像的一個圖像 那所以我們一進去看就馬上就知道 這個是十二教派的 信徒的家庭 家庭神看 不好意思 這個現在我們報告這台機器 它現在盤掉 所以大概等一下那 那周昀老師要不要先講 好那接下來我要報告就是阮慧珍 阮慧珍這個人我找他找了將近八年 終於知道他是誰了 因為他他在生肖裔教派裡面 他生肖裔教派裡面 他被稱為三教火樓 那我一剛開始到生肖裔教派的信徒家 我一直以為三教火樓 他們也把他稱之為儒佛 那我一直以為說他就是那個趙君 結果不是 榮慧珍他是 他是一位在生肖裔教派裡面 他們是一個非常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典創造者 他是經典創造者 然後有關於他的傳說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他甚至於那個越南研究 研究越南南部教派的陳玉蓮教授 就越南本身 他都認為說阮慧珍他是華人 可是後來我們真的是找了很久 終於找到他的真實身分了 他其實也是在19世紀 當時組織民兵對抗法國 一個很重要的人 所以他當時其實 所以有關於紀氏他的廟宇 都在非常偏僻的地方 那比較在 像在那個越南的那個 史遺郡裡面的洪青寺 他已經被佛教化了 後來我們確定他的身分 是在那個越南 在那個平正縣的墳墓堆裡面 找到這一個寺廟 然後巧遇了他的義孫 叫做阮崩安 然後才知道說 其實他是一個組織民兵 所以他當時的那個秘密會社 所以既是他的寺廟 都在很偏僻的地方 可是因為在很偏僻 所以說現在大家就是 當地的居民就拜拜 可是他根本就不曉得說 這個人是誰 可是他就是在十恩效益裡面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經典創造者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經典創造者 而且在他們的創造當中 他只要是閱讀 是恩教育教派的 你看到他就是阮慧珍所做的 阮慧珍所做的 他都會有一個所謂的聖山結構 然後有一個叫三教火樓 有一個聖山要進入 所以透過這樣我就開始 我就更加明確說 其實經典的創造跟傳播 他跟整個能是否具有傳教的能力 也有很大的關係 那裡面我又舉了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今天有那個高台教的 這個什麼教掌在這邊 其實高台教他們在最近幾年 就是我自己所收集的 譬如說他們也開始 譬如說那個天律與心律 然後開始也在收集 他們開始在整理 像那個會起文起 然後用粵文跟英文 然後在全世界傳播 再傳播 然後那另外一個我要比較的 可能大家也有聽過的 就是在二十世紀 就非常典型越南的一個星星 就具有魅力的 教主魅力的那個人叫做阮成男 就是椰子教 嘿椰子教 嘿椰子教 那椰子教的後來他們因為那個中共 因為中共 不是中共 越共 越來越來越來越南 越共取得政權之後 越共取得政權之後 他們是他們就把那個 他原本那個阮成男 他就買下了那個美脫士 美脫士的鳳島 那就他們所有的教徒都在那邊 那後來越共取得政權之後 就強迫他們 把牽到那個賓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偏遠 到賓治 然後你在那裡幾乎發現 只剩下阮成男他的弟弟 還有他的妹妹叫做阮四八 他現在是現在的教主 可是已經沒有幾個人 已經沒有傳教的能力了 已經沒有傳教能力了 所以我就認為說 一個教主他個人的魅力 他個人的魅力真的 這個就是那個 阮慧珍 大家看一下 這是他經典主要創造者的阮慧珍 這阮慧珍 然後只要我們到那個 紀氏阮慧珍的寺廟裡面 除了可以看到段明軒之外 還可以看到類似的 他就會祭拜七十二 三十六人跟七十二仙人 那這個我有問過他的孫子 他說其實這個是當時 他們那個為了要避免 避免被政府罪殺 所以他們是用三十六人跟七十二仙 來代表當時主持民兵抗法的那一群人 所以大家如果說不小心 有到越南 真的是不小心 因為你真的是不曉得 這在幹什麼的 然後當時他的那個孫子 我們問他的時候 他還不太願意講 然後我們當我們講出說 阮慧珍這個名字的時候 他就嚇一跳 他就真的說 他就知道說他遇到真的懂的人 而不是去跟他們那個社交人 然後跟他們社交孩子 然後只是要去跟他們 應付應付的不是 然後在這裡 所以這裡面就是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高台教雖然說 他的某些 真的是有限天道的 限天道的 包含是在儀式上 跟千天道有很多雷統的地方 那在這裡面我就要談到說 那個宗教組織跟宗教團體 都離不開人了 所以三高仁他就認為說 其實社會在聖場需要是一個 不脫離傳統的一個實踐導向 那很重要是我們人 很重要我們人在這個當一個行動的 所謂的宗教實踐的人動者的角色 所以他認為說 整個實踐理論他必須要立基 的文化是將人類轉化的潛力 與具體化 請各位要聊一下 具體化的過程 然後並通過這個過程 他反而就是 是產品產生生產者 而不是生產者去製造產品 我覺得這個觀念滿重要的 就比如說因為原本有那些 有這些傳統 然後讓再重新改造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有些制度性宗教有沒有 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再次的再生產的時候 就開始 開始就會開始 這個傳教能力就會上失了 所以其實社會在生產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重新體現的那個 延伸傳統能力的那個文化權利 我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講快一點 那我在這邊就要跟大家談到 就是高台教還有寶山奇相 剛剛跟大家談到那個延遲教了 這是我在那個安江省 安江省調查的那個高台教 大道山奇普渡 這一貫道的稻青一道的高台教 就很興奮 因為覺得原來我們祖師早早就把 就生起苦度 然後就傳到這裡來了 然後這個是我在 我在大概將近十年前所看到的 當時看到這一個神龐 我就認為說跟那個仙天道 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除了在東南亞 有拜瑤詩金母的 其實都是仙天道傳過去 然後大家再看一下這個 很象徵性的三盞燈 很象徵性的三盞燈 那這剛剛跟大家談到 就是他們已經開始 這個很早就收集了 這個他們開始就編成了 像2000年後 他們就是編成那個天道與世道 還有心律 還有剛跟大家講的那個蕙琦文集 那這些都一直的在傳播 然後鄧明軒其實 鄧明軒在 其實鄧明軒真正傳教 不過是89年 因為後來他就被轉禁了 他就被轉禁了 那因為最主要他當時在傳道的時候 華山奇相在傳道的時候 他只是符咒還有那個民俗醫療 所以他解決了當時 越南老百姓的問題 可是他被轉禁之後 因為鄧明軒自己本身 並沒有經典創造 所以現在在安江諸獨的西安寺 這個是紀念段明軒的 他現在變成一個官官生地 他們幾乎已經喪失了 喪失了整個傳教的能力 然後這是後面這是段明軒的墳墓 然後椰子教就是剛剛跟大家講的 其實這個就是軟南城 軟南城 他當時他就在鳳島 然後可是那個鳳島 那個美國式的鳳島 他現在真的變成只是一個官官生地 他已經不復當年了 已經變成是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椰子教他 因為軟南城他自己是流化的 他自己是流化的 所以我們一到他們那個兵制 就是他們現在的就是野子教的主庭的時候 看到的就是會看到那個聖母瑪利亞 然後裡面另外一張大教就可以看到的 他是融合的中間的那個天園就是高台教 高台教一定會有的天園 然後基督宗教還有佛教 然後底下是軟南城的相片 然後他那個中間的地球就是 就是未來越南將成為世界的中心 對 越南將成為世界的中心 那所以這裡面我就要談 剛剛我們講到一半就是說 就是那個教主他個人的魅力 他不足以成為這個教派之後 是不是可以繼續延續很主要的 一個很重大的原因 就越南南部的教派而言 那現在那個聖孝義跟高台教他們 都還可以持續的傳教 我覺得就是後代的教主他個人的 不管是福基也好或是經典創造也好 其實他們透過經典創造 還有後世他們的信徒能否整理他們的經典 然後有獨特化 然後也可以再一次來詮釋當代的文化 這個是很重要的 像我自己就認為說 其實詩恩效益他是在各教派當中 他取得了觀音性能的發言權 因為他的他裡面裡面有很多 所以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我要談到說 他們的經典創造他們一方面 他們也繼續的造成了整個經典傳統 那個傳統當中再創造 然後這個經典的再創造 促時的在以詩恩效益來說 他又不同於佛教經典 他又不同於佛教經典 所以雖然有人說他們那個叫做什麼鬼經啊什麼 可是就信徒的眼光來看 他們的他們取得了他們認為 他們就是一個所謂觀音信仰的代言人 那高台教也是 高台教也是 那這個以上是我的報告 不好意思 耽誤了一點時間 謝謝各位 謝謝你們 謝謝 谢谢大家